今儿个咱们来安排一个 来说说女版的人肉叉烧包 当然在这事先跟大家声明一下啊 因为所谓的香港奇案 第一个是发生年代呢 比较久远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版本 已经经过太多人的转述了 所以这里面一定会有不真实的成分 咱们呢 索性就不要当做一桩特别严肃的案件来听 咱们就当做一个都市奇闻 当做一个千古奇谈 咱们就听个乐呵也就行了 这案子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1993年7月5号 发生在哪 香港大浦区 大浦区的中心呢 是大浦新市镇 包括也有旧区叫大浦区啊 在过去呢 这个地方经济不发达 就是靠渔业 靠这个农业来发展经济 虽然说不如城市里边繁华灯红酒绿吧 但大伙过的呢 哎 悠然自得 是吧 也挺舒服 民风呢 很淳朴 1993年7月8号的时候啊 有一对年轻人 没事干 溜玩呗 玩呗 他们就到大浦道 金山郊野公园玩去了 走到岸边的时候呢 就看见呢 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垃圾袋 哎呀 这是谁这么不讲功德 是不是啊 也不扔垃圾桶里边 看看去吧 不行 咱给他扔垃圾桶里边吧 就过去了 拿手这么一拎 哎 怎么这么沉呢 于是呢 这好奇心可就起来了啊 就得看看这是什么摸着有点肉肉的感觉啊 把这个袋这么一打开 刚露出一个缝来的时候 俩年轻人还纳闷呢 黄色的炸的金黄金黄的肉块 太可惜了 这玩意吃的香香脆脆多好啊 是不是 可再一打开 把里边这肉块全亮出来之后 把他们可就吓坏了 怎么呢 可不是尖的肉块啊 那是一条大腿 还有小腿 还有人的手 不过膝盖是没有的 大腿跟小腿是分开的 他们一看当时吓得 恨不得这辈子再也不吃炸肉了呀 炸鸡 说什么也不吃了 得了吧 报警吧 就赶紧报警了 警方赶到之后 把这个海滩就封锁了 然后进行调查 举证技术人员在现场进行勘查 经过化验这么一分析 没错 垃圾袋里的呀 就是人体的残肢 包括一部分大腿 一部分小腿 一部分胳膊手 还有内脏 可奇怪的是 一般情况之下 我们之前说了那么多的分尸案 你把它分了就得了呗 装起来你就找点扔了就完了呗 这个呢 都被高温液体交零过 通俗点说 就是拿油浇过 拿油炸过 经过分析 死者判断为女性 死亡时间应该是在三到四天之内 年龄应该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 警方一看 查吧 就开始调查附近的这些人员 有没有看见可疑的抛尸者 可疑的犯罪嫌疑人 以及调查附近范围之内 有没有啊 失踪的女性人口 最后 总之经过是很多波折 就判断出来 死者就是未继烧辣店失踪的女老板 叫钟彩娟 年龄33岁 已婚 失踪三天了 那个时候啊 这个未继烧辣店 在这个街里街坊之间 名声不错 口味好 价格呢 也比较便宜 物美价廉 大家都知道 这香港包括广东 就喜欢吃这种烧味辣味吗 品种多 白切鸡 烧鹅 茶烧肉 凤爪 乳猪 金沙骨 什么都有 很多人呢 就愿意来这吃 老板呢 叫罗福成 33岁 人呢挺老实 挺踏实啊 厨艺精湛 做得好 再加上啊 店里呢 这个伺候人的女老板 钟彩娟 还有钱燕和 这招呼顾客的时候 态度也好 让大伙呢 不光是吃的好吃 吃的他心里也痛快 他们还经常给附近的酒楼啊 包括一些大排档 档口啊 去送外卖 一开始的时候啊 罗福成跟钟彩娟 是在大浦须 临时街市 开了第一间烧辣店 因为生意好 就开始开分店呗 就开始办连锁呗 在宝湖花园街市 又开了一个分店 让谁来打理呢 让钱燕和管理 这钱燕和呀 长得比钟彩娟漂亮啊 在大上会打点买卖 所以这生意做的是有声有色 一般呢 烧辣店 做叉烧肉 喜欢用冻肉 为人们便宜 但是他家呢 讲究 用新鲜的肉 这样口感更好 包括他们烧猪啊 也是用新鲜的猪来制作的 那直接是头一天 或者前两天 现宰的猪 每天就烧三只 各位 三只可不少了 您吃烧鸡 感觉三只不多 那么大个的猪烧三只 当天准能卖完了 就这么持续了一段时间 店里啊 就挣了不少钱了 罗福成这人呢 有点毛病 别看为人呢 很老实 但是啊 有点很多男人 犯的共同的错误 整天的色眯眯的啊 生意做久了 他越看这钱燕合 越觉得漂亮 哎呦 我家这燕合 怎么那么美呢 哎呦 这又狗狗又丢丢的啊 这比我媳妇好看多了呀 俩人呢 日久生情 也就发生了男女之间的关系 后来啊 还生了一儿子 钱燕合 得亏后来 从他们那个主店 是吧 我们叫大北营 哈 我们叫本部哈 搬出去了 他负责那个保护花园街市的店 这样呢 钟采娟跟钱燕合之间 也就不容易发现里面 这点眉目吧 这钱燕合呢 住在保护花园B座16楼 B5房间 这么一来 这罗浮城 是一边有一个女人 这边是媳妇 这边是情人 关系挺平衡 是吧 这家里红旗不倒 外边采旗反正飘了一根啊 挺好 几年下来 他媳妇啊 都不知道罗浮城 跟这钱燕合 竟然有这样的关系 大家其乐融融的 在这一年四月份的时候 钟采娟呢 有一天呢 店里的炉子出了问题了 得需要修理 于是呢 他就到了保护花园店里边去了 就准备啊 借点工具 借点零件 虽然大伙都是一家店 对吧 总部和分店的关系 但是呢 他们互相之间的 很少走动啊 因为俩店都很忙 而且呢 分店每个月啊 都会及时把钱给交过来 中间也都是罗浮城在沟通着 钟采娟 一进保护花园 那个未计烧辣店 就在那喊 哎呀 这燕合呀 忙不忙啊 当然人香港人 可能不这么说话 那应该是 哈喽燕合 你现在忙不忙啊 钱燕合一看 钟采娟来了很差异啊 哦 采娟呐 你怎么来了呀 哦 今天好倒霉哦 店里的炉具用的太久了 烤箱坏了 不能用哦 我来跟你借炉丝了 我回去修理啊 钱燕合 虽然很少见着罗浮城的原配妻子 钟采娟 但是自己心里啊 每回一响 心里憋屈 我跟我家福城有一儿子 凭什么我就是二奶啊 我就没名分呢 心里边呢 对钟采娟有嫉妒 有不服气 啊 他长得没我好看呢 凭什么他就是大老婆呢 于是啊 他说话就话里带刺 哦 采娟呐 不好意思呀 你要修理就早点修吧 我的靠箱也该换了 你再去买新的吧 钟采娟一听有点不高兴 你是员工 充其量你是分店负责人 啊 我是老板娘 那咱地位不一样啊 哦 我说 燕合呀 大家一家店呐 不分你的我的 怎么这么说呢 钱燕合一听 怎么着 不分你的我的 我每个月交诉啊 采娟 你都没有讲不分你的我的呀 再说 我整天辛苦工作 为什么呀 这时候钟采娟呢 也不高兴了 我是老板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钟采娟来脾气了 也不客气了呀 钱燕合 情急之下就抱怨起来了 哎 我说钟采娟 我不管你怎么样 我也是老板 这个店我也有一份 现在我和罗福城 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我跟他都有儿子了 我不要做老儿 我要当老板娘 钟采娟 什么 你说什么 你你再说一遍 你你和罗福城有关系 对呀 我们都有儿子了 怎么样啊 好多年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钱燕合呀 这一激动啊 情急之下 瘫了牌了 钟采娟 也听他哪接受得了 这个呀 哦 在我眼皮子底下 你们俩没来眼去 儿子都老大的了 啊 我这不傻吗 我呀 就开始骂钱燕合啊 修炉子的事也不管了 哎呀 我说你这个贱子 你这个狐狸精 你勾引我老公 我跟你没有完呢 说完很生气 就离开了 打那儿起 再也没联系过 钱燕合 回家之后 他得找罗福城啊 我说罗福城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你哦 你你跟他发生关系了 还有儿子了 把罗福城这一骂呀 咱们不说了吗 罗福城这人呢 老实巴交 可是事已至此 有什么办法呢 还得接着做生意啊 但是两个女人的关系 从此之后 非常的不合 甚至说 还是有了仇恨 就埋下了 后面事情的隐患 到了这一年 七月五号 连着好几天 罗福城呢 没回家 钟采娟 心里边一想 估计我老公 这老小子啊 一定是去了 那个狐狸精家里了 打他电话也不听 店里的事情也不管 就很生气啊 于是他决定 得了 做什么生意啊 把店门一关啊 就去钱燕合家里边找去了 钟采娟心里边啊 就认为 我老公为什么不回家 为什么对我不负责任 为什么他变心 我老公其实没什么问题 都是钱燕合这狐狸精勾引的 我得去教训一下他 当天晚上烧辣店打完样之后 钟采娟就来到了保护花园 B座16楼B5 就来找钱燕合了 把屋门就敲开了 那么敲开房门之后 罗福城到底在没在这 他们两个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才会导致后面悲剧的发生 上期节目咱们聊到了 钟采娟这一天一看啊 我老公罗福城这么多天没回来 不行 我得去钱燕合那看看去 这一天把店门一关 就去到了钱燕合家 咚咚咚一敲门 这门啊就开了 钱燕合开门的 没一看钟采娟 你来干嘛呀 我来干嘛 我来找我老公啊 我老公被你这个狐狸精藏哪了呀 我钟采娟 你老公没回家呀 你自己管不住你老公啊 管我什么事啊 钟采娟就冲进了这房里边 就开始找罗福城 罗福城 可是呢 罗福城没在这 没找着 俩人可就没完了 这钟采娟跟这钱燕合可就撕不起来了 在撕打的过程之中 钟采娟手劲也大 气性也大 一把薅住了钱燕合的头发 光光的就开始打呀 在愤怒之下 钱燕合也丧失理智了 正好旁边有把水果刀 拿过来水果刀 你死去吧 你 就扎到了钟采娟的肚子以及胸口上 钟采娟一看 被人给捅了 就在那喊救命啊 救命啊 钱燕合这时候不理智了呀 怒从胆边生 把这钟采娟啊 就推到了浴室里边 一连就刺了很多刀 刀刀刺中 钟采娟的要害 并且捂住了钟采娟的嘴 不让他呼救 最后钟采娟啊 因为失血过多 就死了 钟采娟一死 千燕合冷静下来了 自己在家里边啊 就琢磨 哎呀 我刚才是杀了人了吗 好像是哎 被人发现了 怎么办呢 他呢 再一想 不过 他是老大哎 我把他除掉了 我就不用做二奶了 得了吧 一不做 二不凶 把尸体啊 处理了 怎么处理呢 哎 我们是做骚蜡店的 把他分了吧 因为家里边啊 缺乏合适的分解工具 千燕合赶紧换上衣服 到了自己的那个店 把店里切骨头的剃刀 打刀 还有分骨头用的锯子 还有挂叉烧的那钩子 总之 那一全套家伙 就都带回家里了 在家里 把钟采娟的尸体 就分解了 钱燕合虽然下决心 得把尸体分解了 但是 白天这钟采娟还一大活人呢 现在到了晚上 我一个弱女子 一个人在家里边 拿锯子 把他就给锯了 心里边也害怕 在这儿啊 给大伙呢 再科普一个小尝试 人在死五个小时左右啊 尸体的温度 才基本上降到 跟室温一样 血液是在死亡的 两个小时之内 都还是能流淌的 据后来 钱燕合说 当天晚上 拿回工具之后 在浴室里边 就开始工作了 从肩膀 切开第一刀 这一切 呼啦超 一下子 血可就喷出来了 就喷到脸上来 又兴又闲 然后就是锯手 锯腿 切开腹部 取出来内脏 整个这个浴室啊 都让鞋给溅满了 浴缸里边堆满了 死肢和碎肉块 内脏呢 就被他用钩子 就挂在了墙上 当他锯到大腿根那的时候 这中彩娟啊 因为是那种肌肉的颤动啊 其实不是说有意识的 就突然就做起来了 就跟很多人说 到了火化厂之后 有的这个死尸啊 进到这炉子里面 会突然坐起来 是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可是 前眼和一个人在这分尸呢 死的这中彩卷 腾腾 坐起来了 眼睛在那瞪的大大的 拿着 给他吓的呀 扔了句子就喊 哎呀彩卷呐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曾经要杀你的 可等了一会儿 发现尸体呢 也没反应 就是坐了起来而已 前眼和一看好啊 你死了都不放过我呀 你都吓唬我呀 把尸体翻过身来 放在地板上 按住尸体的脖子 用锯 锯开了脊椎 把脑袋就分开了 据法医说啊 人体死后 呼吸停止 反射活动消失 但是肌肉里面呢 有一些生物电 导致还能这种自然的收缩 这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炸尸 也甭管他炸不炸尸了 反正现在是把它分干净了 忙了大半夜 基本上都睡完了 前眼和事 烧辣高手啊 用四个大黑色的垃圾袋子 把已经冲洗干净的四肢和脑袋 就装进去了 天亮之前分批分刺的 运到了保护花园下面街市上的烧辣店 在烧辣店里边除了脑袋 基本上那些肉 你分不清是人肉还是新鲜猪肉 由于之前晚上的时候 尸体把前眼和吓了一跳 前眼和生气呀 把整个脑袋就放进了 在炉子上熬了一夜的 满满的都是卤肉的大铁桶里边 盖子盖上之后 前眼和一转身 正准备把肢体剁得更碎的时候 就听见后边大铁桶里边 咚咚咚就有声响 当然了 到底是真实存在的声响 还是前眼和因为害怕 自己的一种幻觉 我们不得而知啊 前眼和呢 也是胆大包天 用那个烤茶烧的大铁杆子 把锅盖揭开往里边一看 这脑袋呀 就浮在上面 头发散着 眼睛睁着 嘴也没闭 嘴跟鼻孔还呼呼冒热气呢 看那意思啊 就像在问前眼和似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 前眼和啪的呀 把锅杆哗啦一下 就扔在边扔了 前眼和怕中彩娟死了 也不放过他 看了一下厨房设备 决定彻底制服 这个吓了自己两回的尸体 把专门用熬制脆皮乳猪 和烧鹅的热油 烧的滚烫滚烫之后啊 冒泡之后 就淋在中彩娟的残肢上 淋完以后 用钩子吊起来一部分 放在烧烤鹅的炉子里面 就开始烤 脑袋呢 也从卤肉桶里边 拿出来丢进了热油桶 把尸体炸完以后 前眼和把一部分 没烫熟的残肢 放进黑色塑料袋 然后扔在了 金山郊野公园的海边 一部分已经熟透的碎肉 和内脏分别扔在垃圾桶里边 一部分呢 就混进了叉烧类的食品里边啊 反正也是肉 不卖白不卖 警方在查到具体失踪人口之后 迅速的调查相关人员 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钱眼和 当年7月10号 警方搜查钱眼和的保护花园 揭示未济烧腊店和保护花园的住所 找到了大量的证据以及残骸 正式以谋杀罪抓捕钱眼和 当时据钱眼和交代 还有一部分尸体还在烧腊垫的厨房里呢 据当时搜查的警察后来回忆啊 他们一走进后厨 因为厨房里边毕竟是烧腊垫吧 很香啊 肉香四溢啊 但再一想这里边有人肉啊 小的伙计就不行了 在那张嘴上哇哇就吐啊 在垃圾桶里边还发现了没有处理完的代谢的衣服 有一个警察打开了熬脆皮乳猪的热油桶 见到了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幕 一个还连着长发的骷髅头 用那两个空空的大眼洞在那还看着他盯着他呢 漂浮在油层上面呢 这脑袋上的肉可都已经煮化了 警察是强忍住反胃啊 那是使劲咽下了想吐出来的东西 用钩子把脑袋取出来 还找到了一个没处烂的耳朵 等放进证物袋之后 在场的警察都不行了 这辈子我怎么干了警察啊 我怎么遇上这事了呀 后来呢 法医啊在那拼凑尸体 但是已经拼凑不完整了 到底有没有尸体碎块混进叉烧里面被人吃了 这个事情没有考证 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留言 有的说啊 已经当成叉烧肉给卖了 也有的说没有那么回事啊 反正案件呢传开之后 大浦的老百姓恶心的都不行了 整个香港也都被这起烧辣店 老板扎尸案给震惊到了 大浦医院呢 在那一段时间体检人数增多 因为未济烧辣店生意好 很多人天天都得去吃上一点去 他们生怕自己吃的人肉了 不过要说这起案子的最终的处理结果啊 可能很多朋友呢会不理解啊 最终因为证据存疑 以及根据钱燕和的口供 只是判定钱燕和误杀罪名成立 最终呢是监禁六年 当然了 因为法律制度啊 在当年来说和我们内地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们也没有过多啊 进行探究的必要了 总之 这是当年香港发生的一起奇闻议案 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版本 当然也会经过了大量的添油加醋 到底最终当天的情形如何 到底那些肉里面有没有混进叉烧肉 见仁见智的事情啊 您各位也就听一热闹就得了 在2018年 印度的新德里 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诡异案件 有一家人 他们全家十一口都被蒙住眼睛 集体上吊死亡了 在案发现场没有丝毫的打斗和外人闯入的痕迹 但是有些死者却呈现出了挣扎和逃跑的迹象 这是一起自杀还是他杀事件的 警方查了很久 始终难以确定 更加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在死者家中发现了一本非常奇怪的日记 而那本日记就像是一个剧本 其中的内容似乎早已经预示了这即将发生的一切 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让我们把时间捣回到四年前 走进这起离奇又灵异的世界 那件事情发生在2018年7月1号的早晨 家住在印度新德里的郭尔查兰辛格 像往常一样到街上去散步 但是以往每天跟他一起散步的邻居 拉利特春达旺却没有按时出现 不过对此 郭尔查兰并没有感到奇怪 因为邻居拉利特家开了一个杂货店 每天早晨5点多就会开门营业 他们家会出售刚刚送到的新鲜的牛奶 这些牛奶非常热销 几乎一两个小时就会被抢购一空 所以有时店里生意忙的时候 拉利特就不会出来散步了 不过一直等到郭尔查兰散步回去 路过拉利特家的商店时 他却发现拉利特家的商店没有开门 而此时已经是早上7点钟 商店外面已经围了二三十个人 他们都是在等着来买牛奶的 又等了十几分钟 有人往拉利特家打电话 想询问一下什么时候商店会开门 可是打了好几次却没有人接听 出于担心 郭尔查兰上前去敲门想查看情况 结果走进之后却发现 拉利特家的门根本就没有锁 于是郭尔查兰在门口喊了几声 但是也没有人应当 这让郭尔查兰感到有些不对劲了 于是他就打开门走进了拉利特的屋子里 而进入屋内之后 眼前的一幕让他终生难忘 拉利特家总共有十一口人 包括四名男性和七名女性 其中最小的十五岁 最大的八十岁 这十一口人竟然全都死了 这个家庭里面最年长的是老母亲维拉亚尼 他八十岁 他的死状是相对来讲最正常的 是躺在地板上被勒死的 但是其他十口人的死状就非常诡异了 除了老母亲 其他十个人全都是整整齐齐的 被五颜六色的围巾吊在了天花板上 他们的眼睛被蒙住 脸被包裹着 嘴巴被胶带缠住 耳朵里面塞满了棉花 双手也被绳子和电线紧紧的绑着 所有尸体都挨得很近 在地上还散落着五张凳子 很明显这是集体被吊死的 在这个房子里 唯一还活着的就只有他们家的一条狗 这条狗被绑在楼顶 看起来对家里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这如此恐怖如此惨烈的场景 让郭尔查兰吓坏了 他赶紧冲回家中 报了警 而当警察赶到现场之后 他们的反应和郭尔查兰也如出一辙 即便是警察 他们也没有见过如此恐怖 如此惨烈的现场 他们全都惊呆了 在稍微冷静之后 警察开始疏散人群 保护现场 对尸体和现场展开检验和勘察 可是很快 现场的情况 却让警方感到非常费解 十一口人集体死亡 如此重大的案件 警方的第一反应 猜测这可能是 仇家寻仇 灭门谋杀 如此多的死亡人数 也符合一些仇杀案件的特征 然而现场的痕迹 却和这种猜测 是完全相反的 从现场来看 这既不像是谋杀 也不像是自杀 这其中的疑点有很多 警方一时间也难以定性 最开始 警方猜测 有没有可能 是有人下了毒 把一家人全都迷晕 或者都给毒倒 然后趁着他们都昏迷 把他们全都吊起来 伪造成一个自杀的现场 但是法医检验却得知 这十一名死者的体内 没有任何的有毒物质 他们的死因 都是机械性窒息 这就意味着 他们的确都是被吊死的 除了其中 那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她是被勒死的 可如此一来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是谋杀 凶手有几个人 我们想 死者多达十一名 虽然其中有八十岁的老太太 和十五岁的孩子 但是绝大多数死者 仍然是二十到五十岁的青壮年 包括老太太的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以及她的孙子孙女 要想同时制服这十一个人 并且把他们全都吊起来 警方认为 至少也需要十几个 甚至是二十几个凶手 才能够做到 而且这些凶手 必须行动迅速 同时下手 这样才能确保他们 不发出声音 不惊动邻居 如果真的 这起案件中 有这么多名凶手 那么现场 就必然会留下 大量的打斗的痕迹 可是现场并没有 而且死者全部都是衣着完整 女性还佩戴着各种金银首饰 这些首饰也全都完好的 戴在他们的身上 家里的其他财物也都还在 从这一点来看 也不太符合是谋杀的特征 最为关键的是 警方调取了拉利特家门外的监控 从事发前一天晚上七点 到事发当天早上七点 没有任何的陌生人 进入这栋房子 那么毫无疑问 这段监控录像 也大大的降低了谋杀的可能性 所以综合以上几点 警方初步猜测 这一家十一口 有可能是集体自杀 但实际上 我们从客观来讲 自杀的说法 好像也同样很难站住脚 他们为什么要自杀 自杀的动机是什么 自杀之前有没有征兆 有没有留下遗书呢 这些都是无法解释的问题 这十一名死者 他们都生活在这栋房子里 这是一个典型的祖孙三代的印度家庭 第一代是八十岁的老母亲 第二代是老母亲的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和他们各自的配偶 第三代是他的孙子孙女 不过严格来讲 这十一名死者 其实并不是整个家族的全部的成员 其实在这个家族当中 有两名幸存者 分别是老母亲的大儿子迪尼斯 和二女儿苏耶达 这两位都是在外地居住 没有和大家庭在一起 因此也幸免于难 面对媒体的采访 这两位幸存的家庭成员 一再表示 家里的十一口人 是不可能自杀的 他们没有自杀的倾向 他们甚至还有很多未尽的事业 等待他们去做 比如老太太的孙女 在十四天前 她刚刚订婚 他们家还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订婚仪式 这几天 全家上下都在为这场婚事忙碌着 再比如他们家的生意 除了杂货店 他们家还开了一个建材商店 因为生意一直不错 他们近期打算再开一家分店 目前正在做前期筹备 正在租房 选址 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欣欣向荣的 到案发之前 这个大家庭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 家里的大多数人都受过高等教育 甚至其中还有一个硕士 而且这家里也不差钱 买卖做得那么好 第三家店都快开了 在印度属于中产阶级 这混得是相当不错了 那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会集体自杀呢 的确从现场来看 上吊呢 它确实是一种自杀的常用的方式 但如果说仅仅有一两个人 因为某些事情想不开了去自杀了 那还有可能 可这件事呢 它是十一个人 几乎是整个家族同时上吊自杀了 这种可能性不得不说 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在常理上 这根本就说不过去 在案发前一晚 这个幸存的二女儿 刚刚和家里的十一口人打了电话 大家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而且两位幸存的家庭成员 还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他们是自杀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蒙上眼睛 绑起双手呢 这样做显然不合理 也没有必要 所以显而易见 这两位幸存的家庭成员 他们的观点也非常有道理 可以说是非常直接的反驳了警方提出的集体自杀的可能性 但如果这件事情不是自杀 那在现场也没有他杀的痕迹 那这十一口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在种种疑问都还没有解开的情况下 外界的恐慌情绪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起离奇案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事情在不断的发酵 有些反社会团体站出来 自称是拉利特一家的远方亲戚 他们认为是警方办案不力 对各种痕迹和线索没有做到应查尽查 不断的鼓吹反动情绪 在这样的压力下 警方只能尽可能多的投入精力 召集各类专家赶到现场 展开进一步的勘察和研究 在对十一名死者的状态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之后 警方果然发现了一些蹊跷 最值得注意的是老母亲 老母亲的二儿子布瓦内什和布瓦内什的三名子女 在这几名死者身上 警方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痕迹 这些痕迹让他杀的可能性再度升高 首先 80岁的老母亲 她是十一名死者当中最特殊的一个 她不是被吊死的 而是被勒死的 在她的颈部的前面和侧面都有明显的勒痕 如果是上吊吊死的 那么往往只会在颈部的前面 留下微字形的勒痕 但是老母亲的颈部 不光前面 在侧面也有勒痕 再加上她呢 不是被吊着 她是死在另一个房间的地面上 所以警方据此推测 她应该是被勒死的 一个人几乎不可能自己把自己勒死 所以说老母亲的死 看起来很有可能是她杀 其次 说说这个二儿子布瓦内什 从她的尸体情况来看 她死前应该是经历过激烈的挣扎 人们的手都被绑住了 但是她被绑住的左手已经挣脱了 这只左手正死死的抓住上吊的围巾 看样子应该是想解开挣扎出来 这如此明显的求生的行为 毫无疑问 布瓦内什不想死 最后 布瓦内什的三名子女 这三个孩子是被捆绑的最厉害的 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 双脚也被绑住了 嘴巴眼睛都被蒙住 耳朵也被堵住 如果说有些聪明的孩子 可以自己把自己的双手反绑住 那么他是如何在站上凳子 准备上吊之前 又绑住自己的双脚的呢 且不说他们还要蒙住眼睛 蒙住耳朵和嘴巴 所以这些动作不可能是独自完成的 肯定是有其他人来绑住他们 帮助他们上吊 那么这些细节可以说无一例外 都再次指向了他杀的可能性 鉴于这是一起灭门案件 仇杀的可能性仍然是最大的 因此警方开始着重调查 这一家人的人际关系 试图找出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的嫌疑对象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更加诡异的事情也出现了 警方在调查那个路口监控的时候 一些奇怪的画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刚刚提到老母亲的二儿子叫布瓦内什 在死者当中呢 还有一个是老母亲的小儿子叫拉利特 之前提到和邻居古尔查兰 每天早晨一起散步的就是这个拉利特 他也是这整起事件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在这些监控画面当中 警方看到 在案发前的第二天和第三天 也就是6月28和29号的晚上 拉利特的妻子带着家里的两个孩子 外出购买了五六张凳子 经过辨认 这些凳子就是在现场用来上吊的凳子 此外 在案发前一天晚上拉利特的儿子又拿了一些电线和围巾从外面回来 从那之后一直到案发再也没有人进入过这栋房子 而经过辨认他拿上来的那些电线就是用来捆绑他们的双手用的 而那些围巾也都是他们上吊用的 所以说这看起来就好像是他们自己在提前准备上吊的工具 那这样看的话好像又变成自杀了 或者说是否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 比如家里的某个成员突然造反 杀害了全家所有人 接着又上吊自杀呢 在勘察现场的过程当中 警方在客厅角落里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火盆 这个盆子里面有大量的纸钱和熏香燃烧留下的灰烬 这些灰烬很新鲜 看起来就是案发当天燃烧留下的 那么这个火盆的出现带来了一条新的信息 这个火盆意味着在案发当晚 他们举行了某种仪式 不过印度人普遍都是有宗教信仰的 烧个香做个仪式 这倒也不算稀奇 所以说这个火盆 它是否代表了某些特殊的信息 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此时此刻 可以说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 这一会儿是他杀 一会儿是自杀 一会儿又变成他杀 这其中的疑点和疑问实在是太多了 媒体记者们挤满了整条街道 都想第一时间得到这起离奇案件的相关信息 于是很快 在这栋房子里 大家也发现了更多细思极恐的地方 这要从一名记者开始说起 那个记者当时也是尽力的想挤到现场中央 但是人太多了挤不进去 他就只能在房子的外面到处拍一拍 那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发现啊 这栋房子侧面的外墙壁上 有一些奇怪的管道端口伸出来 在远处看 就好像是好几个抽油烟机的排烟管道 从里面伸出来了 他走进仔细看了看 发现那是一根一根的塑料管道的端口 一共有11个杂乱无章的排列在墙上 也不知道这些管道的另一端 通向屋子里面的什么地方 在这11根管道当中 有4个是普通的直行管道 从房子里面直接伸向房子外面 从外面能看到是4个直的管道口 管道口是向前的 而另外7根管道呢 都是90度角的弯形管道 管道口都是朝下的 11根管道 4个直的 7个弯的 11 4 和7 这三个数字 是不是有些熟悉啊 没错 死者一共有11个 其中4名男性 7名女性 11 4 和7 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恐怕不会 因为很快 有人就发现了更加离奇的事情 在墙面上的这11个管道口的排列 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乍一看好像很乱 但是仔细观察能发现 这11个管道口的分布形状 和房子里面那11名死者 他们上吊死亡的分布位置 是极为相似的 不仅如此 在这栋房子里面 数字11似乎是无处不在 在房子大门上方的窗帘里 一共有11根铁条 在二楼阳台 每一片栅栏当中 都有11根栏杆 甚至这栋房子里所有的门和窗户的数量 也是11个 这到处都是11 它代表了什么呢 和他们的死亡又有什么关系呢 种种这些离奇的发现 在结合房间里面举行某种仪式 所使用的火盆 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猜测 这起事件可能和某些特殊的信仰 或者和邪教有关系 那么这起事件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11口人集体上吊死亡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个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秘密 在上节咱们说到 拉利特一家11口离奇上吊死亡 经过现场勘察 既不像是他杀 也无法认定是自杀 一时间 种种遗言密布 各种猜测横飞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发现 这栋房子和数字11 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死者是11个 房子侧面发现了11个神秘的管道口 房子的窗户和门的数量是11个 阳台栅栏的栏杆数量也是11个 窗帘里的铁条也是11根 很快 11这个神秘的数字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为了查清其中的秘密 警方找到了当年绑拉利特一家建造和设计这栋房子的包工头 结果对方却表示 十一和这起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一切都是巧合 首先他说墙上那11根管道 其实当时装上去是用来通风和采光用的 其实原本他们一家是打算在这个墙上安一个窗户 但是因为旁边隔壁的邻居他们家一直都没有修建院墙 那如果以后这院墙修起来了 那么这扇窗户就肯定会被挡住了 所以说安这窗户呢 没有什么意义 那他们干脆就把下水管道的边角料给切割成了十一节 胡乱的给安在了墙上 起到一个临时的通风和采光的作用 除了这十一个管道口 其他的比如那栅栏里面的十一根栏杆 还有房子里的十一扇窗户和门 这些呢 其实完全都是巧合 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刻意的去数 虽然这就是真相 它很简单 但即便是警方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谁会用管道来通风呢 而且那些九十度弯曲的管道 它怼在墙上 也丝毫起不到通风和采光的效果 你那管道是弯的 那风怎么进去 如果非要问这房子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包工头回答说 因为当时他的工人们实在是太懒了 那些九十度弯曲的管道呢 实际上应该切开 但当时工人们并没有切 直接就给怼上去了 而且还是很随意的怼上去的 也没有摆什么图案 看起来很乱 这就是数字十一和这起案件的关系 就在媒体们大肆报道这些巧合的时候 警方这边也终于可以在舆论的风浪之后喘口气了 他们静下心来对现场展开了整整十次搜索 最后终于有了一个极为重大的发现 他们在房间角落的神刊的旁边 发现了十一本神秘的日记 这些日记最早是从07年开始写的 每天都写 一直写到了案发之前 写的长达十一年 得 这儿这又有一个十一 当然这个十一呢 它应该也是一个巧合 咱们就说这些日记的内容 它是非常非常详细 而且还非常奇怪 怎么个奇怪法呢 这个日记啊 它全部都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去写的 而且它不像是在记录每天发生的事情 反倒是像领导一样在下命令 上面详细的写了 每个家庭成员应该如何度过一生 他们应该把钱投资到什么地方 如何带人接物 如何做生意 每天应该干什么等等 甚至其中就连小孙子杜鲁夫 玩手机的时间太长 需要控制 等等这些教育和指责 也都被记录在了这个日记里 可以说是事无巨细 而翻到日记的最后一页 警方发现 这日记里面居然详细的记录了 案发当天全家十一口人所遭遇的一切 这日记里面写道 在案发七天之前 他们全家要一起连续七天 举行一个叫做荣述礼拜的仪式 这期间家里不能来客人 如果有人来了 就要重新开始 仪式的过程要全程保持隐蔽 不能有亮光 每个人的眼睛都必须完全闭上 用布蒙上 嘴巴必须用毛巾给塞住 必须心无杂念 站在那里集中注意力 想象树枝在渐渐的缠绕着你 这些都是日记里面的原话 接下来呢 这日记里要求一家人用围巾 把自己吊在天花板上 而且一家人上吊的布局 也非常有讲究啊 必须要在这个客厅的天花板上 均匀的上吊分布 这样的话 从远处看起来呢 这十一个人在那吊着 就好像是那个榕树的气根一样 从上面还缓缓的垂下来 也正因此 这个仪式叫做榕树仪式 在日记的最后还写着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双手绑起来 当仪式完成以后 每个人都会互相帮助解开双手 等到七天的仪式完成 我们就会像榕树的气根一样 扎根到地下 重获新生 这是日记最后记录的内容 也就是说呢 这十一口人的死亡 其实他们全都是在执行 这个日记上的指令 这就是一起集体的自杀事件 只不过呢 在自杀过程当中 可能有人反悔了 比如二儿子布瓦内什 他在上面挣扎 想逃脱 那么至此 这本日记的出现 让这起案件豁然开朗 看来这所有人 都是在按照日记的指示 上吊死亡的 但这也太过不可思议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据这个日记当中的记载 能看到 每天早晨 全家人都会来查看这本日记 他们要做什么 谁没有做 这里面都有记录 换句话说呢 这个日记 它其实并不是在记录生活 而是在发号施令 告诉所有家庭成员 他们应该干什么 就好像他们已经成为了日记的傀儡 在看到这些东西之后 警方的第一反应是 这家人肯定是信了某种邪教了 或者是被某些所谓的跳大神的灵媒给蛊惑了 其次呢 警方迫切的想要搞清 写日记的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让这一家人自杀呢 于是警方再次对这家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展开了排查 重点排查 有特殊的宗教信仰 或者是从事灵媒相关的行业 并且和他们家有着密切来往的人 然而奇怪的是 这项排查进行了将近一个月 可符合条件的人却一个都没有找到 人际关系的排查没有结果 警方只能转换思路 再次把焦点放在了日记上 很快 他们发现日记里面记录的大部分事情都和拉利特有关系 也就是刚刚提到的老母亲最小的儿子 几乎所有内容都是围绕着拉利特的 而且里面的很多话都是在维护拉利特 比如里面会写你们让拉利特很焦虑 如果你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听从拉利特的指示 拉利特是对的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话 此外在日记里面还经常提到拉利特和他的父亲 也就是老母亲的丈夫 说拉利特经常梦到他死去的父亲 在梦里他和父亲对话 依照父亲的指示去做事 慢慢的 拉利特也会把父亲在梦中的指示告诉家人们 家人们也要按照父亲的指示去做 所以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 这本日记为什么会如此的偏向拉利特呢 又为什么经常会提到拉利特和他死去的父亲呢 要想搞清这其中的缘由 我们要从2004年开始说起 2004年3月 当时拉利特在一家建材商店里打工 有一天因为钱的事情和老板发生了争吵 甚至打了起来 最终拉利特被打得晕了过去 随后老板把他关在了店里 并且不久之后 有人就在店里放了一把火 试图烧死拉利特 幸亏不久之后 拉利特被燃烧的板材砸中 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他马上打电话求救 才因此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可能因为在火场当中吸入了过多的粉尘 也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 给他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和打击 总之从那之后 他突然就变成了哑巴 不会说话了 两年之后 2006年8月 拉利特的父亲又突然去世了 这件事情再次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让他非常难过 我们知道印度的家庭形式非常有特点 一个典型的印度大家庭 往往都会有三代甚至四代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都在一起 在这个大家庭当中 要有一个大家长 往往就是辈分最高的那个父亲 他是家里的权威 家里的所有事物都要听他的 同时他也是家里的象征 是家主 是所有人爱戴的对象 正因此 父亲的去世 让全家人都非常难过 尤其是拉利特 因为他是父亲最小的孩子 父亲平时最疼他 那现在父亲没了 本来就已经跌到人生低谷的拉利特 就变得既茫然又悲伤 但是随着父亲去世 有一些神奇的事情也随之发生了 有一天 拉利特突然听到了去世的父亲在说话 父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 父亲跟他说 每晚十点 全家一起吟诵哈努曼四十诵 那这个哈努曼四十诵呢 是歌颂印度侯神哈努曼的一部诗歌 他父亲就让全家人 每天一起去吟诵这个东西 说一直吟诵下去 拉利特就能够重新开口说话 于是从那以后呢 全家人每天都一起吟诵哈努曼四十诵 就这样持续了一年 到了2007年9月 有一天晚上 当全家人一起在吟诵这个诗歌的时候呢 突然拉利特也开始跟着张嘴一起吟诵了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从哑巴又变得会说话了 这让大家全都惊呆了 不仅如此 随着拉利特再次开口说话 大家发现 拉利特说话的语气 语言习惯 竟然和去世的父亲一模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 拉利特回答说 说那是因为父亲的灵魂回来了 此时正附在自己身上 如此一来呢 父亲就能够继续照顾大家了 一开始啊 大家全都是将信将疑 还以为拉利特是太过悲伤 受刺激了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 大家发现 拉利特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的种种行为和习惯 都和父亲极为相似 他经常去一棵大榕树的下面 为家人祈祷 还经常细心的照顾家里的每一个成员 和之前父亲做的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那渐渐的时间长了 大家就认为 也许他们的一家之主 是真的回来了 只不过呢 是借用了拉利特的身体 继续在照顾这个家庭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 再结合日记里面 大量的维护拉利特的内容 那这本日记的真相 也就呼之欲出了 此时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印度警察一直都想知道 这个日记是谁写的 那直接去比对一下 所有人的字迹不就能知道了吗 而且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日记 八成就是拉利特写的 我想很多人啊 应该都会这么认为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说法可以认为是对的 也可以认为不对 警察不是傻子 他们确实也做了笔记鉴定 但是得到的答案 却让警方感到无法理解 首先可以肯定 拉利特的确是这些日记的作者 但是他仅仅是作者之一 日记里面大部分都是拉利特的笔记 但是除此之外 老母亲的大女儿的女儿 普亚卡和二儿子的女儿 内图也都是作者之一 这上面也有相当数量的他们的笔记 这就奇怪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这些日记的诞生开始说起了 从2007年 拉利特开口说话 他就开始写这些日记了 目的是为了传达父亲的指令 因为他的父亲的灵魂 经常以托梦的形式在梦里指点他 拉利特就把这些梦的内容 记录在日记里 把这个父亲的指示写下来 在印度那种大家长的传统影响下 再加上他们都有宗教信仰 都相信人有灵魂 所以大家也都会认为 这真的就是已故的父亲留下的指示 也都按照这个去做 而这也就是这一切悲剧的开端 正因为父亲的灵魂附在了拉利特身上 拉利特也一直都把父亲的指示 通过日记传达给大家 就像是父亲在世的时候一样 继续在指引大家生活 所以渐渐的在这个家庭当中 可以说拉利特他就接替了 已经去世的父亲的位置 成了一个新的大家长 那么对于这个情况 我们不谈论是否真的有灵魂 我们也不谈论宗教信仰 我们就单从这一系列的变故 所带来的后果来看 拉利特毫无疑问 他是最终的受益者 他从家里排行老三的小弟 变成了一家之主 坐上了原本父亲的那个位置 靠着日记操控着一家人的生活 从这个结果向前推 社会学家安巴里什 萨特维克就提出了一种观点 他认为 拉利特这十几年的一系列变化 可能都是装的 其目的就是要接替父亲 成为大家长 掌控这个家庭 这位社会学家 他还给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对比 他说拉利特的变化 和一些邪教的早期成立的过程 是非常相似的 邪教的创始人 往往都会首先给自己虚构一些神迹 比如声称自己某一天 突然得到了神的旨意 神说你是我儿子 让你去普渡众生 所以呢 他就以此为契机 成立了一个邪教 之后呢 在成立之后 他会利用各种所谓的神迹 给自己造势 巩固自己的地位 那么我们再来看拉利特 他好像也是一样的 一开始 他假装变成了哑巴 后来有一天呢 声称得到了父亲的指点 让大家念经 那念着念着 他就突然会说话了 接着再通过一些什么托梦啊 祈祷啊 和神秘的仪式啊 假装自己在和父亲的灵魂沟通 把父亲的指示传达给大家 那这一套做法和说辞 这和邪教的教主 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只不过呢 相比之下 拉利特 他的目的要更加单纯 他只是为了去控制这个家庭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观点 除此之外呢 更加主流的观点认为 拉利特应该是有精神问题 心理学家阿洛克萨林表示 当一个人的心理上 经受了极度严重的创伤 而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那么就有可能 引发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错乱 这会导致他无法以正常理性的方式 去处理问题 长此以往 有可能产生的直接的后果 就是幻觉和幻听 目前呢 印度警方和心理学家的普遍观点 也是如此 认为是当年 差点被烧死的那段经历 和后来父亲去世 所带来的打击共同作用 导致拉利特呢 可能产生了一些精神问题 又没有及时得到治疗 所以渐渐的 他出现了频繁的幻听 认为父亲再给自己托梦 或者附身 但是接下来 一个新的问题就是 如果拉利特 他真的是精神有问题 难道他的家人们 就没有发现吗 我接下来一年 你都将受到惩罚 等等有很多类似的威胁的和恐吓的话 这可能也类似于现在常说的POA 家庭成员们慢慢的在所谓的父亲的指令和教训下 渐渐的就被驯服了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点就是之前提到的印度根深蒂固的大家长的传统 那既然父亲灵魂还在 还没走呢 那么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听从着代表父亲的拉利特的话 心理学家认为 借助所谓的父亲的指令 拉利特也变相的把他自己的这种精神问题传染给了家人们 成了一种集体的精神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个群体会盲目的相信其中的一个人 简单来说呢 可以理解成全家都被拉利特给洗脑了 说白了可能还是POA 那么至此 日记的秘密也就揭开了 他的主要作者的确就是拉利特 至于前面提到的另外两个作者 普亚卡和内图 这两个人呢 一个25岁 一个33岁 他们俩都是拉利特的下一辈 管拉利特叫叔叔 那么在这两个人 他们二三十岁的年纪中 有11年都被拉利特持续的洗脑 可以说他早已经彻底相信了 相信自己的叔叔就是去世的老爷或者是爷爷 而且呢 这两个人也的确在拉利特的指引下得到了很多好处 比如普亚卡就听从了拉利特的建议 最终当上了跨国公司的高管 可以想象他对拉利特的信任程度和崇拜程度肯定是非常高的 那么他当然也就有理由帮助拉利特去写这个日记 加强对其他的家庭成员的控制 这就是答案 说到这儿 这起神秘的集体上吊事件 基本上也就有了答案了 既然日记主要是由拉利特来写的 里面体现的也基本都是他的意志 那么一家人集体上吊肯定也是他的想法了 可能有人会问 家里面十一口人啊 除了他还有十个 难道就没有人怀疑自己会被吊死吗 对此我们已经无法给出答案了 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 但是从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 拉利特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里面写着 等大家踢掉凳子的那一刻 父亲的灵魂就会出现 拉利特在地上放了一杯水 一旦父亲的灵魂出现 杯里的水就会变成红色 到那个时候 仪式就可以停止了 父亲就会解救他们 也就是说啊 无论如何 这一家人他们的本意并不是自杀 但是因为过度的愚昧和信任 听信了拉利特的话 从事发前几天 他们一家就开始积极的筹备自己的死亡 又是买凳子 又是找电线 找围巾 事发当晚 从蒙眼 捆绑 踩凳子 到踢凳子 一切都是按照拉利特的计划才进行 从死者的情况来看 他应该是先让所有人都站在凳子上 之后呢 又指挥妻子 从身后依次绑住所有人的双手 而老母亲已经上年纪了 身体也胖 没有办法上吊 所以就把他吊在了旁边的衣柜的把手上 后来又被勒死 接下来 拉利特指挥大家一起踢掉凳子 一架十一口就这样集体自杀了 这起事件的终极疑问是 拉利特他设计这场集体自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心理医生拉查纳约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他说 我觉得这个家庭是世界上所有家庭的一个极端版本 他们总是故意的呈现出美好和谐亲密的一种传统的印度家庭的形象 但各家都有各家的秘密 而且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守这样的秘密 拉利特自己很可能就藏着一个这样的秘密 但现在随着拉利特一家的去世 这个秘密可能永远都无法被我们得知了 这就是这起神秘的全家上吊死亡事件背后的真相 这就是这种秘密的秘密的秘密